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背山淋水 景色秀丽 在此留下足迹的默克文人不在少数 著名小说家金庸就曾在此长期居住和创作 所以那时候很多的文人雅师都过来这边长期住包房住 因为没什么酒店嘛 他们在这边望着海 然后天天的就是在那边写作 那有金庸呢 写他的第一部小说就在这里写的 《书见殷酬记》 然后还有那个《唐地生》呢 在这边有写乐曲啊 然后以前我们这里还是香港唯一第一间的录音室 那个年代在香港所有拍的电视电影 都是在后期制作就是录音的时候都在这边 包括《胡宪女》呢 他那个录音的都是在这边录音的 当年那个年代 我们就是等于差不多是沙田区的半岛酒店 1950年龙华酒店正式改建为彼时香港第一间华子酒店 与当年两大外资酒店半岛酒店和希尔顿分庭抗敌 面积比现实大出两倍 当年的沙田还未填海 在老一辈香港人的眼中 沙田是外出郊游的热门地点 因而这家依山傍水的园林酒家 也成为几代港人的通年回忆 来沙田来龙华就等于是一天的活动了 那么一早就坐火车就来了沙田了 然后呢小孩就在这边玩了 然后父母在那边打牌 我们这边一小开麻将也有两百多只 因为所有的集体回忆 就是关于龙华的集体回忆 各个人都说 我小的时候跟爸爸妈妈来龙华 看孔雀啊 看鹦鹉啊 然后看那个马捞啊 猴子啊 然后他们的所有的回忆都是这些东西 我们那时候最高纪录 一天要卖六千多只鸽子 所以是那个时候是人山人海啊 除了让香港人心持神网的宁山秀水 让龙华声名雀起的 还有上百部新旧港片 在这里拍摄的一幕幕经典场景 以及享誉国际的功夫影星 留下的幕后足迹 李小龙的小孩呢 包括他太太 最喜欢吃这里的波罗古老肉 因为他要求我们一定有新鲜的波罗 然后李小龙 以前那就是常跟他哥哥有一起在来这边 然后在天台又一起练舞了 然后李小龙他跟那时候的导演呢 他们拍唐山打兴啊 其实舞蹈片的时候 好多时候利用龙华做demo 舞蹈片要设计那些武术的功夫 那个架式啊 或怎么样打啊 以前的很多明星都是在这边 所以久而久之呢 龙华就变成像一个香港的一个片场 所以你看过香港差不多有超过 我相信超过一百多部两百部 电影也好 电视剧也好 全部是在龙华来拍摄了 作为龙华第二代掌舵人之期 朱玛丽见证了酒店的传承与发展 在历经时光沉淀后 如今的龙华仍在不少细节上 保留了近一个世纪前的朴素与浪漫 当年我们这等于是很先进的电脑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菜呢 都在这个牌子上 你是几号台 然后吃些什么菜 然后他们就从这里 就是像扎飞仔 我们叫扎飞仔 然后他每一张呢 就写着你 你是比如说你是901啊 902啊 你是哪张台的 然后拿那个夹子 夹好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这边有个飞轮 然后有条线 然后这条线呢 直接就打到厨房里 就拙热就过去了 然后那个厨房 这个人接到单以后呢 然后就把每一个这个单呢 就是放到碟子上 厨师呢炒出来菜呢 那传菜的也会马上知道 啊这道菜是送到哪张台子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看到 这边整天飞 近年因沙田区发展 龙华面积骤减 不复昔日盛景 但酒店经年不变的美食与美景 依旧引得客丝云来 如今无论是墙上的 印商旧相片 还是经年堆积的账本 亦或是历久迷新的菜单 都在缓缓诉说着 这间位于山嘎拉中的酒家 曾经鲜活而传奇的那段历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